早晨,欢迎大家回来Learn with Tom Lee的A-level of mathematics,A-level数学 今课我们将会继续sequence and series第3.6节的sigma notation for series 我们会用一个希腊字母sigma The great capital letter sigma is used to signify a sum You write it as sigma 我们会用大家希腊字母sigma去代表一个series的总和 You write limits on the top and bottom to show which terms you are summing 为什么用这个sigma的符号去代表一个series 例如我们会写sigma r等于1去到5 2r减3 我们就会由1开始将它r等于1代入这个位置 这样就是2乘1减3 就是负1 跟着2乘2减3就是正1 3乘2减3就是正3 去到5到r那里 2乘5减3就是7 我们以其写这个那么长的色子 不如我们写这个sigma的notation 用这个sigma去代表一个series的总和 下底sigma r equal to 3 3 7 5 type 2 to the power r 下底这个就是我们去代表了另外一个series 你会看到当我们带3到r那里 我们就2的3次方乘5 就是8 5就是中40 第二个r等于4就是2的4次方乘5 就是等于80 如此类推 一路去到最后带7到2的7次方乘5就是640 这个我们称为sigma notation 用sigma去代表了 不如我们看看这些例子 Borrehamper就是for example 第一个例子 叫我们calculate r等于1去到20 这个function就是4r加1 我们将1代到r里面 就是4乘1加1 就是5 第二个term就是9 第三个term是13 我们会看到这个series是一个alphabetic series difference就是4 第一个term就是5 n就是20 因为1去到20 一共有20的terms 代回这条式 这条式大家看回前面第三点二次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 the sum of the series 应该等于n除2乘比2a加n-1的d 代回所有ad和n到这条式里面 我们计算是860 也就是Sigma r等于1去到20 function 4r加1就是860 再看多一条的例子 第二条的例子 我们要找的就是k等于1去到12 formula就是5乘3 k-1次方 只要代回去k等于1 k等于2 k等于3 k等于4 代回去就会有 the first term是5 15 45 我们会看到这个series 是一个dermatrix的series 也就是a等于5 r等于3 所以计dermatrix的series的sum 就会用sn等于a乘比rn之方减1 除比r减1 将a等于5 r等于3 代入这条式 大家就会计算到 s12就是等于1328600 b part就是k等于5去到12 5乘比3k-1 5乘比3k-1 k等于5去到12 就是等于k等于1去到12 减比k等于1去到4 就没有了头4的terms 就是刚才的s12 减比s4 就是这个数字1328600 减比200 就是等于1328400 就是b part的计算法 下来我会给几条例子 大家去尝试自己计算 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去计算 第三条就有a b c d 四个part 第四条就有一个examination question 就是一些考试题 所以是比较深一点 我们要做的 就是有一个sigma notation 等于377 我们要证明3k加58 乘比k-13等于0 我们也要找回k的value 最后一条就是challenge的题目 是比考试题更加深的题目 我们要证明如果这两个sigma 是双等 我们要证明d等于6个a 现在我们去一张纸张 和大家一起去计算 这几条的examination 第三条 for each series write out every terms in the series hence find the values of the sum 首先a part 我们有sigma r 等于1 to 5 formula 就是3r-1 之后我们就写出来 sigma r等于1 去到5 3r-1 其实是等于 我们将r等于1 代入这个位置 就会有3 所以第一个terms 是3-1 然后加给第二个terms 就是r等于2 代入2 3而6 就会有6-1 第三个terms r等于3 代入3 3归9 我们就会有9-1 如此类推 第四个就是12-1 第五个就是15-1 我们写出来 3-1是2 6-1是5 8-11 和14 你会看到 这个其实是一个 althmatic series 所以我们就说 this is an althmatic series with a the first term a 等于2 the difference d equal to 3 with 5 terms 一共有5个terms 根据 althmatic series 里面去计算 series的sum s5 等于n除2 乘比2 a 加n-1 乘比d 也就是等于 a是2 2乘2是4 加n-1 5-1 就是4 乘比d d是3 乘比3 我们就会有5除2 乘比4 a加12 也就是等于5 乘比16 除2 这里的约 剩下8 5-8 就是中40 答案 就会是40 这个是for a part b part r等于1 去到6 3r的square 我们写回submission r等于1 去到6 3r的square 1的square 就是1 1乘3 就是3 r等于2 2 4 4 3 就是12 第2个 term 是12 第3个 term 27 一直到第6个 term 75 和108 你会看到这个series 是否不是 不是加一个数字 也不是乘一个数字 所以 It is not an arithmetic series Nor a geometry series 亦都不是一个geometric series We just add up each term 我们只是将所有的terms加在一起 所以答案就会是3加12加27加48加75加108 是等于273 接着 c part c part c part 就是sigma r等于1 功能就是 side 90 r的degree 这个是道数 所以 当r等于1 这个是90乘1 就是90度 也就是pi 除2 我用回radiance 就是pi 第2个 term 就是side pi 因为r等于2 第3个 term 就是3pi 除2 也就是270度 第4个 term 就是side 2pi 就是360度 再加side 5pi 除2 这个就是5pi 除2 等于 sidepi 除2 就是1 sidepi 就是0 side3pi 除2 就是-1 side2pi 就是0 再加side5pi 除2 就是1 那就会是1加0 减1 加0 加1 答案当然是1 The sum is 1 1 0 -1 0 1 就是1 这是d part 的答案 d part 答案 就是我们有个sigma r等于5 8 -3 分之1 r 是等于-3分之1的5次方 因为r是由5次方开始 由5开始 再加给-3 6次方 再加给-3分之1 7次方 再加给-3分之1的8次方 而r等于-3分之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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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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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1的5次方,乘比-3分1的4次方减1,除比-3分1的1次方减1,就等于-1over3的5次方,乘比1减3over3的4次方,除比-4over3, 也就是等于,这里是2,这里是3的9次方,乘比-3,这里是-4, 那我们把数据回来,就剩下1,除比-2,3的8次方,等于-1,除比13,122, 这个就是D part的答案,第四条,一条考试题, Given that,Sigma R 等于1,去到k,8加3r,是等于377, 我们现在要证明,3k加58,乘比k-13,是等于0, Sigma R 等于1,去到k,8加3r,是等于8,加3, 3,当我们代过r等于1,8加3,加8,加6,加8,加9, 再加,一直加下去,去到8,加3k,因为我们不知道k是什么, 我们代替第一个Terms是11,第二个Terms是14,第三个Terms是17, 一直加到8加3k,这是最后的Terms,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Athematic Series,所以先, It is an Athematic Series, with k terms,有k有这么多Terms, A是等于11,第一个Terms是11,D是等于3,距离就是3, 我们都会计算到,S case是等于k over 2,也就是n over 2, 乘比2A,加比k,减1,乘比d,我们照乘出来, 我们不知道k是多少,我们知道k除2, 我们知道a是11,2乘11是22,加比k,减1,乘3, 代替我们代替,k除2,22,加比3k,减3, 就是等于k除2,22-3就是19,加比3k, 我们都知道它是等于377,因为题目比是等于377, 既然我们有了这条色,我们就计算这条色, 所以我们就知道k19加比3k等于754, 因为我们两边乘比2,所以就是754, 所有的terms来左边,我们用3k2,加比19k,减754, 是等于0,然后我们将这条色,3k2,加比19k,减754, 除2k,除2k,减754, k乘比3k,就是3k2, 然后3k乘比-13,就是-39k, 19-39,就是58k,减754, k乘比58,就是58k, 58k乘比-13,就是-754, 这个余数刚刚好,等于0, 即是除得尽,这两个相乘,也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k-13, 乘比3k,加58,是等于0, 这个就是poof, 接着b部分,我们要找k, 先we have,k等于13, or k等于-58除3, 因为k等于13,这个是0, k等于-58除3,这个就是0, 那是一个,但我们知道k是一个正数, 而且是一个整数,所以先k must be positive and integer, 它一定是整数,因为只有k多少次, 所以这个是一定的整数, 所以k只可以等于13, 不可以等于-58除3, 最后一条就是challenge的题目, given that,sigma r 等于1, 去到10, 就会是, 这个function a 加比r 减1, 成 d, 是等于sigma r 等于11, 去到14, a 加比r 减1, d, 你看到两个function是一样的, 那我们如何证明? 证明什么? 我们要证明d 等于6a, 只要写出来而已,r 等于1, 去到10, 这个是a 加比r 减1,d, 我们代替r 等于1, 我们就会有a, 代替r 等于2, 我们就会有a 加d, 代替r 等于3, 我们就会有a 加2d, 一直加到a 加比rd, 因为我们去到10, 其实是a 加比10d, 我们当为a 加比rd, 其实呢, 是去到10d, 所以我们要知道, this is an athematic series, 我们要知道, 是一个athematic series, with 10 terms, with 10 terms, a equal to a, 而d equal to d, 算回s 10, 就是等于10除比2, 2a 加比10-1,d, 就是等于5, 10除比2等于5, 2a 加比9d, a 加比2a, 那我们就计定了这边。 那后面这个呢, 就是sigma r 等于11, 去到14, a 加比r 加1,d, 其实是等于sigma r 等于1去到14, 因为11去到14, 其实等于1去到14, 这也都是2a, 这个是 a, 不是2a, A加R減1D,減1R等於1去到10 因為1去到14,減1去到10,就剩下11去到14 即是左邊這塊東西 所以這邊都是A加R減1D 照代這個,即是等於S14減S10 這個是S10,這個是S14 S14,就是14除2,2A加13D,減5 即是10除2,即是5A加9D 這個其實是由上高這個下來的 我們免得多計一次 然後這個是7 2A加13D,減5,2A加9D 4A加9D,減10A,減45D 即是4A加46D 但這塊東西,因為我們常常知道 11去到14,就等於1去到10 所以我們照代回去 所以如果1去到10 A加R減1D 是等於R等於11去到14 A加R減1D 如果兩個相等的話 即是這兩條式 4A加46D,就會等於5乘比2A加9D 所以我們要計到10A加45D 是等於4A加46D 我們將所有的D 放在右手邊 A放在左手邊 就是6A等於D 即是我們證明了 D和A之間的關係 這個就是答案了 謝謝你很高興 請問我 這段影片 如果您需要 一個科學 以最好的考慮 或是哪個 DSE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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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thank you,bye bye,muchas gracias.